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理者他刚才跟我见面的时候 给了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他是一位工作狂 他说我特别喜欢工作 因为没有女朋友 今年也32岁了 恍然大悟 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女朋友来陪陪自己 甚至就是以后的老婆呢 所以说也是报名我们的节目 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希望找一个未来的老婆 那男嘉宾的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 大家好 我是小平 今年36岁 身高17年 物业管理行业 月工资是8000家 在九龙坡有一套现有住房 下月第一接房 本期的老男嘉宾周小平 32岁 身高一米70 职业 物业管理 收入8000以上 有住房 未婚 平常的工作的话就是处理一些图法 引起的一些事情 但不管工作就是说有好繁琐 还是有好麻烦 然后我那边 我本人都是比较有耐心的 一面进去 基本上都是整个小区的业组 对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人口 就是说我平常我自身 还是比较在这份工作里 因为毕竟我从事务部长也已经有15年了 平常对于工作各方面 我还是极其比较有上进性的一个人 平常的工作的话就是干得多 带得多 本身我现在目前的话就是一个单身的状态 休息时间我一般都在家玩 我们整个行业来说 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我还是想在职位上面 想往上面进一步的经济 在明年我不能进生的话 那么我就会现在考虑去做儿生意 因为在18年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也开过活物 餐饮那些 我本来也有这个地址 如果说不能进生 在工作方面不能进生 我也会选择有种理质 去重新做生意 在事业方面 男嘉宾按照计划稳步推进 可在感情方面就不尽如人意了 我之前谈过一段恋爱 那段恋爱比较长 相处了有七年 就我跟两个在一起七年 我的每一份收入都是交到他手上的 就是我们要到唐佛龙家的一步了 他手里面是一点钱都没得 他去刷信用卡 然后我家里面说了 家里面都极其的反对 其实我对自己的另一半呢 没得太大的要求 我只希望对方能有一份 自己的稳定的收入 多少这个东西不乱 对于理财一方面呢 能有自己的一个规划 不是那种很大手笔的花钱那种 我还是希望我的另一半 性格方面比较开朗 两个人在一起 也要上一沟通 我希望对方能在社交圈上 不出去浪货 能有效打 能够持家过日子 这是最关键的 年龄在20年到33左右 身高160左右 男嘉宾的作物要求 一 有自己的工作 懂理财 二 社交圈干净 个性开朗 持家孝顺 三 年龄22到33岁之间 身高1米6左右 各位观众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个 身高1米7 但是这个长相啊 真的是五官端正 有个别镜头看起来挺帅的 而且他的择偶要求 你听上去也不高 对吧 身高1米6以上 最好能够持家孝顺一点 有工作不要月光就行了 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情感经历呢 女友是把两个人的钱 都花得七七八八的 导致结婚都成了问题 所以我们男嘉宾这一次是吃一欠 长一智 对于另一半的理财意识就比较看重 至少你不能月光 对吧 经济大权你是可以掌握的 那么我就有一个困惑了 你说他32岁 月入8000以上 有房 看上去没有不良嗜好 整个人很健康 很阳光 为什么就担到了这个时候呢 那么对于男嘉宾单身的原因呢 我在想也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对于工作太投入了 只要是有空都加班 因此他的收入才能够稳定在8000以上 那么小伙子的这个上进心 真的是没有问题 那么这么一个好小伙子 你说怎么可能就让他担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编导为他找来的良配吧 根据男嘉宾的则有要求 我们为他匹配了一位 符合他要求的女嘉宾 让我们赶紧去认识一下他吧 大家好 我叫何盈 今年24岁 身高1米55 然后现在从事的是主播运营 月收入是3000块 本次这位女嘉宾 何盈 24岁 身高1米55 职业 主播运营 收入3000元 未婚 我本人是一个性格比较 内敛 然后不太说话 偏安静的一个 然后平时也就是看看书 看看电影 因为平时是一个吃货 然后呢又怕长胖 所以最近已经开始运动了 运动就练练操跑跑步之类的 打算的是这个月 把马甲线给练出来 因为马甲线已经有一点点成效了 所以坚持一个月 把马甲线给练出来 我的情感经历其实可以说是零的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 主要就是上课 然后上班课也就是在宿舍 也不会经常出去玩 就是比较一个宅的一个人 所以对于第一次恋爱 还是比较期待的 其实我也是有关那个 择偶的一个想法的 就希望成熟稳重一点的 在工作还是生活还是学习 都可以引领我的一个人 就比我成熟 懂得比我多 可以教我很多东西 我也希望对方可以有自己的住房 然后性格上也活泼一点 可以带动我 我也希望对方的工作稳定 然后踏实勤奋 也希望在生活和工作中 都是一个积极上进 不是那种 不是进去 每天都想着玩乐的人 工作收入可以在一万左右 女嘉宾的走舞要求 一 成熟稳重 可以引领自己 二 月收入一万左右 踏实上进 单纯可爱的女嘉宾 非常符合男嘉宾的要求 目前来看 两人匹配度90% 看了短片 刚才就是因为在拍摄 男嘉宾的个人采访 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一个小时了 女嘉宾就在这个车上 看看女嘉宾有没有什么情况 女嘉宾 没事吧 没捂着吧 没啊 来来来 出来吧 不好意思 刚才拍男嘉宾的个人采访去了 耽误你们不少的时间 哎呀 等了一个小时了吧 这是 对 心情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你们的 还好 就是等她太久了 是 一点热 哎呀 你说这么说起来 就感觉她像女嘉宾一样 各位观众 咱们啊 这个矫正试听一下 这位才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首先还是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打个招呼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姓何 叫何盈 要不要把口罩摘一摘 不要 为什么 因为等了太久了已经 那等了太久了 不是更应该把口罩摘下来透透气吗 不能那么容易让男嘉宾看起来 要给她一点考验 考验 什么考验 就是 让她等一下 让她一等一下 让她猜一下 让她猜一猜 对 谁才是今天的女嘉宾 是不是 你俩的风格是看着有点像 身高也差不多 这个发型啊 这各方面这个风格也都差不多 是这个亲姐妹还是 这是闺蜜 玩得好 果然啊 一个一个人刷球了呀 脏的都会想她 是不是 然后你们看远处啊 有一位男士捧着一树鲜花 那位就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开刀不远处的 今天她也是有备而来 她就在旁边这个小区里边啊 做物业管理 今天呢 这属于她的地盘 她的主场 特地地邀请你过来 既然你们说了 要让她进行挑战 她猜错了 那怎么办 猜错了的话 把火锅汤给喝了吧 哎呦 你说 他们就在这个火锅这门口 你让她把火锅汤喝了 这天这么热呀 哎呀 一会儿再说吧 有一些惩罚呀 一会儿再说 一会儿再说啊 但是别 也别让人家男嘉宾太难堪 好不好 好的 走吧 那就在那头 走 心里紧不紧张 不紧张 哎呦 要没有恋爱经历 那今天来还不紧张 这很难得呀 来吧 我们过来吧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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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害羞啊 刚才为了拍摄 你的这个个人采访 耽误了人家女嘉宾 很长的时间 女嘉宾在车上 生生地坐了一个小时啊 这个的确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美丽 谢谢 不好意思 哎 怎么了 你说这个美女感觉 你都已经认出来 哪位是今天女嘉宾呢 哪一位 这一位啊 刚才女嘉宾在那头说啊 希望你来猜测一下哪位是女嘉宾 如果你猜错了是有惩罚的 所以说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 我是在挽救你 知道吗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猜 猜错了 他说你要把后面这个火锅里边的火锅底料给喝下去 好 我看这些小伙子啊骨骼惊奇 应该是一把喝底料的好手 我再看一下 你再看一下 我再给我再给你个机会 刚才你太仓促了 我想你再好好地思考思考 要不要听听他们的声音 你好男嘉宾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好 这是第一位 来第二位 你好男嘉宾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心里有数了没 要不要跟亲友团商量商量 亲友团这边也听到了 旁边那位 那你的兄弟伙都给了你建议了 那你现在心里有没有数 我觉得也是他 你觉得也是他 坑爹 要喝火锅底料的哟 喝嘛 当他走过的时候 我都已经笃定是他了 然后我亲友团的朋友也说是他 再加上之前看了一张照片 对他的那种坑爹 有多了几分吧 这样已经想好了是不是 那一会儿我说三二一 真正的女嘉宾就摘下你的口罩 好不好 对 三二一 恭喜你回答正确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小何 小伙 你还是给我们男嘉宾 做个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叫何盈 今年24岁 然后刚大学毕业不久 然后在做主播运营 主播运营非常年轻可人的妹子 当李嘉宾解开口罩人第一次的嘛 我觉得李嘉宾装得小鬼小鬼小鬼的 给他打 9分吧 老周 你自己介绍介绍吧 然后我叫周小平今天32日了 然后主要从事物业管理工作 来 来那个小姐 吃吃一面 吃吃一面 谢谢 谢谢 哎呦 李嘉宾 之前你说你没谈过恋爱 收到花的感觉怎么样 嗯嗯嗯 还好也挺开心的吧 你听这话是不太开心 有点紧张她是 是第一次收到花吗 嗯对 哎呀 第一次收到花 你看你让人家完成了 人生当中的又一个第一次 那可能人生当中 还有很多的第一次 需要你去完成 我看见男嘉宾的第一眼 然后发 然后他包的有一束花 然后觉得 还是挺有诚意的 虽然说可能皮肤有一点黑 但是 但是五官长得还是挺好的 所以总的来说 可能会给8分 太阳还大了 我们大家先吃饭吧 因为我们也没吃饭 我相信大家也都没吃嘛 现在也没吃嘛 先吃饭慢慢了解是吧 对对 先吃饭 我们大家先吃饭 先吃饭 好不好 好 来 主人公你带着女嘉宾去吧 好 我们的男女嘉宾现在见了面 男嘉宾非常有心地准备了鲜花 花和奶茶 真的是女孩子好难抗拒的两样东西 尤其是鲜花 我们看到女嘉宾的表情 已经变得很轻松了 而且两个人从这个外形上来看 是非常非常般配的 男嘉宾1米7 女嘉宾155 非常可爱的这样一个身高差 然后两位呢都是属于五官比较偏清秀类型的 站在一起相当的养眼 那么从外形到条件上的匹配度都非常高 那么今天的乡亲又有一个氛围非常好的开始 我很看好今天的这一对 紧张吗 你不是紧张 我紧张 没有关系 你轻松一点 看得起来有点紧张 看得起来有点紧张 还是小的一点 还是觉得很可爱 挺漂亮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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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紧张 然后你看起来很老实 老实 这个话怎么说呢 然后因为 其实挺好的 对啊 就挺好的 踏踏实实的嘛 谢谢 我地址给他 他比较紧张 比较紧张嘛 你是热还是紧张啊 紧张 紧张 那你平常拿着新片啊 看电影啊 对 我先下来的时候我也看书 我也看书 一般看什么书 我一般看一些 就是说跟我们管理啊 比如说我们一般管理啊 比如说我们一般管理 比如说我们一些书解 跟工作有关理嘛 然后我平常还想看一点 就是说国外的一些烹饪啊 就是说跟银子方面一些 一些书解 你去做饭呀 重新男孩子四个 九个都会做饭呀 你做饭的很少啊 平常又有工作的关系嘛 然后 这边宿舍的话 又不能开火 平常在江湾的话 我都是自己人 你一个人做饭 我自己做饭吃 那你会做饭吗 不是很会 所以一般吃外卖吃的比较多 平时不是怎么做家务 如果 这个没事 这个没事 反正我对这个管理的话 还是就是说 一般都是我在港 包括我自己家里面 我爸妈那里 也是我自己 有时候回去了 都是我在港 他也会做饭 然后我不会做饭 也挺包容的 说我不会做饭 他不会做家务也是可以的 平常做家务的话 你是想做还是 不出来 还是就是说讨厌做 这不是非我吗 谁喜欢做家务呀 他会做就是 但是还是不喜欢就是 是 练习学我都可以家务 你练习学那个也不面向吧 其实我是 只要有人进厨房 我是不太愿意进厨房的 不可能 我可能一步都不会靠近 我平常就是说忙于工作啊 就是说 相对来说的话 对比家宾不去家务这个事情 我还是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点介意吧 就是说我愿意多做一点 但是更多的 就是说以他力不足啊 那种 然后 他毕竟睡出来下了 我马上来 就是说 引导他嘛 就是你工作累了 我会去工分担 假如你啥事也没干 然后你还要我 我一个人做的话 我可能就不太愿意 这个 这个肯定不会嘛 这个肯定不会 在家务分工上 虽然有一点分歧 但男嘉宾还是愿意包容女嘉宾 由于在上段情感经历中 前女友花钱没有节制 因此男嘉宾非常在意 另一半的消费观 女嘉宾在这方面 是否符合男嘉宾的要求呢 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说自己啊 或者是自己的另一半 去批钱消费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会给我们嘛 就是说造成一种 就是很不好的一种 就是说消费习惯 像你说网络一下 一个月大概的收入 多少 就才刚刚起步 那么你平常每个月消费的话 主要有哪些大成呢 护肃品 护肃品 一套的话能用多久 半年 多少钱一套 这里不是很贵 四五百 比如说冰油品 可以稍微买贵 我也觉得 嗯 不是很贵吧 不贵 但是还可以提升一个档次 嗯 像个球场的话 有没有这些就是说 新牌啊之类的 就是说花费千款啊 这之类的 我没有 还可以吧 我感觉它 只剩的话 没得一个太大 对付这些 过多的一个追求 一种需求 然后感觉女嘉宾 也不是一个 就是说 对钱啊 花手大手大手的啊 没得了 我是很满意的 既然女嘉宾符合男嘉宾心目中的标准 那她又能否达到女嘉宾心中的要求呢 对我有什么要求 积极上进 然后对未来有个规划 积极上进 有 就是说那个星期天啊 节假日啊 我都在家班 因为平常工作的关系嘛 然后现场 必须要有人管理嘛 有人值班嘛 比如说像五一 节假日啊 本来她们全部都休息了 就我一个人值班 大家班一班我都在 假如说哈 我现在的收入不能维持我们这个小家的一个正常开支 我就为自己出去拓展其他的事情 多出去拓展项目也好 做其他事也好 反正肯定会让我们这个小家就是说 越过越好吧 就是说不可能越过越落后吧 现目前的话 我主打还是本项目 主打还是本项目 还有一个项目 就是属于封管的这么一个责任 那边现场也有管理人员在 平常的话我就辅助一下就这样 现目前的话就是说 这个项目本身给到我的 如果说加 就是说 基督奖的话 然后我到时候就只有八千二三 然后我拓管了那边那个项目的话 我一个月就有 一万或者一万人左右 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才出去拓管其他的项目 就是说有时候累一点嘛 累一点 然后对我现在各种人员的话 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男嘉宾在他本来的工作上 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然后也去开展了他自己其他一些的业务 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人 也很有干净 然后有自己的规划 这方面是我比较 觉得很不错的地方 我也本身也不是很喜欢游手好闲 不思进取的 所以这一方面男嘉宾其实是很加分的 你家里面是 你是独身子里 父母年龄有多大了吧 爸妈都是六六年的 今年五十六 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住房 你和父母还蛮是住一起吗 没建房之前肯定跟父母住在一起嘛 因为我过这边来了 我基本上都很少回去 我住这边公司寝室 就是说我买的那套房子嘛 当初首付三十几万 然后问家里面拿了十二万 然后才把这个首付凑齐了的 那是几市的呀 这是房子的 标准的三市 见面是九十九年三期嘛 就是结婚了之后 就是经济方面 谁来掌舵就是 我不管钱 你不管钱 我不管钱 因为钱在我手里面就是说 我朋友也多 我应酬也多 你不会钱都不会给父母管呢 就是 他们也不问我要权的 男嘉宾物质方面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你以后的话 工作呀各个方面 就可以找一个稳定点的 清闲一点的工作 收入也有一万多 房子也买了 和父母也不用住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婆媳矛盾 其实这一点 我也是觉得挺满意的 平时锻炼吗 运动吗 到晚上六点钟可能加班了 兴趣来了的话 我就去跑一下夜跑 他是很喜欢运动健身的 他每天的话 就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不是他在瑜伽呀 念啪啪啦啦那些 就是都会做的 他身材 事情不错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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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有这个底子 但是很多年都没有锻炼过了 然后因为工作完 然后因为也很少锻炼 我当过两年的武警 一无比 如果说你要锻炼的话 我都可以陪你去的 比如说自身的就是说 这个底子还是有 还是在 那我们那个时候的话 那个训练程度也是比较大的 男嘉宾当过兵 很惊讶 因为当兵过后的人 身体的那个素质比较好 运动能力应该也比较强 所以还是挺惊讶挺惊喜的 因为我平时可能也会去运动 然后经常运动对身体好嘛 然后这样的话 一起运动的话 可以增加一些感情 目前来看 双方对彼此的好感在逐步攀升 可到底是怎样的问题 引发了女嘉宾和亲友团的在意 很尴尬在一起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 有一点不适合的 男嘉宾能否打消她们的顾虑呢 其实你下了班就是喜欢做什么 有时候下了班 躺在床上看一下书 要么就刷一下短视频 你会打游戏吗 不打游戏 对什么王者 有王者呀 什么刺激呀 我都不喜欢 那挺好的 就是现在的男生都比较成立于游戏 我担心的是她的兴趣爱好少 我的兴趣爱好也不是特别多 然后可能可能会很尴尬在一起 因为有点无聊 因为都没啥兴趣爱好 也不知道谈啥 谈话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男嘉宾整体还是很好的 没有什么缺点 就是感觉共同话题啊 兴趣爱好啊 比较少就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我的闺蜜的话 可以找一个比较稳重 年纪偏大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性格呀 各方面的活泼一点 就是因为我的闺蜜她也比较 那种类像 好就是可以带动她 就是生活嘛 也比较有一些乐趣兴趣多一点 好我们的男女嘉宾的交流非常的畅快 一切都很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男嘉宾的日常爱好 没有什么爱好 就是喜欢刷短视频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出一个 非常非常认真的建议 那就是我希望现在的老中青们 尤其是你 都培养一个持续的健康的爱好 比如说厨艺啊 四弄一下花草啊 下棋啊 运动啊都可以 但是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刷短视频 它不是一种爱好 是一种消耗 消耗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情感 刷短视频还会让人变愁 为什么呢 因为你长期保持一个姿势 低着头 脸部的轮廓 会松弛 会加持你的颈纹 而且你还会失去你的表情管理 为什么呢 你想想地铁老人手机 你看到那些不可控的 短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的表情是不是也没有办法 控制住 所以说 在这个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 它不但让你变丑 而且还会让你失去跟家人的交流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的家庭氛围 其实是很差的 大家都低着头玩手机 互相之间是没有交谈的 而刷短视频太久之后 你跟家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变得很薄 然后你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当亲人的喜怒哀乐在你这里释放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迟钝的是麻木的 你不容易接收到他释放的信号 那么这样的家庭氛围有多差呢 想象一下小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父母在有时间的时候都低头玩手机 那么小孩玩什么 小孩也想玩手机 那全家都玩手机好了 由此引发的家庭教育问题 和以后的社会问题 其实都是很严重的 我建议刷短视频绝对不是一项爱好 它真的是一种消耗 我们从现在开始 男嘉宾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放下手机 培养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爱好 那男嘉宾能否利用轻松的午餐时刻 化解女嘉宾心中的顾虑呢 男女嘉宾要单独聊天 就把你们都晾在这个地方了 没有没有 我现在男嘉宾也没做错什么 请你们吃那么大顿饭 是不是 他竟然吃了 你不是说你不管钱吗 对吧 那你这钱哪来的 吃饭的钱哪来的 我还管钱 我之前没有小朋友 我管钱我不管 我不管钱 哪个管钱我不管 所以说兄弟伙们 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以后可能就没有了 他刚才都已经很坦白了 他说我是个不关钱的人 他意思就是说 以后要把钱给另外一半 那可能以后你们兄弟相聚的时间 那可能要么 要么就你们请他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既然他请你们 是不是要给他说两句好话呀 夸赞一下一人一句嘛 好不好 他确实是一个很耿直的人 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生活上 都是一个很下戏 那些对处事的应激方面 还有执行的人 都是相当强的一个人 好下戏 负责任 对吧 还耿直 对吧 你一口气说啥 他们俩说啥 不管是在各方面 包括在工作上 还是在我们那个 我说我们朋友 或者同事方面 都是这个 都一起 在我们的一起 还有就是 对朋友的也都还是很好 来吧 哎呀 当兵的时候 他根本不做了 肯定是安全感 存在那里 要凶器 不要把他拿出来 好 什么什么什么拿出来 要把凶器拿出来 男人的气魄要拿出来 好 男人的气魄啊 一方面是对你的赞扬 另一方面呢 是对你的嘱托 那这样嘛 我们又逆时针 这个方向来 一人夸一句女嘉宾 好不好 来 从你开始 这次你可以先说哟 漂亮 可以 两个词 嗯 确实我们今天这个女嘉宾 还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那个周围同事 还是有 黑斑配 斑配 是谁配得上谁 呃 呃 女嘉宾军是百分之百的 配得上我们周围同事 嗯 没得说 好 这又是一个啊 给你了 他两个确实漂亮都不错了 嗯 看起来是一个相当文静 休息的 休息一段 他们两个的经验度 我觉得应该是相当斑配的了 是 对 他这些情人是一个相当有责任性的 是 对吧 女孩有比较文静 有比较兴趣 就是他两个在一起 我觉得已经相当不 是 而且发现没 他呀 长得像一个明星 但是我一直想不起来是谁 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 知道他像谁的 呃 叫什么 答案 打在公屏上 或者打在我们的这个微博评论底下 是吧 那那个国开乐是真吗 看看呢 既然都共同举杯了 我们一起祝他们相亲成功好不好 来 三二一 祝你们相亲成功 谢谢 谢谢 干嘛 走 打调料 打油 哎 男嘉宾你说你会做饭什么呢 那调料方面的话 你要不要问一下女嘉宾的口味 你给他打一个 哎哎哎 我帮你打吧 你喜欢那种口味 有麻将吗 麻将 不是错的那个麻将 是吃的那个麻将 有有有有有有 发微笑的 要么我帮你打还是 这样吧 你让男嘉宾去帮你打一个好不好 人家表现表现 你把你口味说给他听 我说麻将 我就自己去吧 嗯 好行 你就自己去 就是北方那种吃法 就麻将加辣油那种是吧 明白了吗 你就坐着 等男嘉宾给你把调料给你打过来 要我又去吗 要我又去吗 可以 可以 可以吃啥 我平时是吃辣的 我平时是吃辣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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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的时候也很细心也很体贴 给我加了很多很多的菜 其实我平时如果不锻炼的话 可能食量就是这个样子的吃了很多 其实还是挺开心挺感谢他的 因为他给我加了很多菜 男嘉宾的贴心举动让女嘉宾对他赞不绝口 为了趁胜追击他也投其所好想要和女嘉宾来一场互动 他的努力争取能否让他进一步走进女嘉宾的内心呢 秦游团也加入了耶 你需要杂志的吗 要杂志 顺便啊 要过来这个强身健体一下 是不是 对对对 那在运动之前啊 你是跳刘跟红啊 刘教练也说过的 要这个量力而行 而且先要热身 是不是 你以前当兵的啊 有没有什么热身的动作 先教一下女嘉宾啊 你先教一会儿别个女嘉宾嘛 好不好 先这一会儿神 刘区向上 大致一点 身杖也好 先牙量好 先牙量好 好 来吧 好 来 三 二 一 上去下面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两个相铺运动员正在热身 相信现在是做得多好点 我怕我孩子们 持之不尽持一下 老婆他都笑容了 你会儿子 非常有意思 你飞呀 你肯定是肥膩 行了吧 行了吗 超多 你也太久没选动了 那肯定高了 还好 还好吧 男嘉宾 刚才整个跳舞的过程当中 女嘉宾比较正常 我是感觉你是不是好久没锻炼了 动两下 你看这汗水流汗是一方面 但是咱们根本就没有起到互动的这个效果 两个人你跳你的 你跳你的 两个人就是毫无感情的跳舞机器 咱们能不能有点交流 要不来个双人的健身操之类的 你会不会 我不咋会 一般练的都单人的 一般都是单人的 那这样 刚才就在你们跳舞的过程当中 我就在旁边用手机搜索了一下 不能让你们这个毫无联系的在一块 是不是 有一种叫拍手深蹲 教一下你们 来 转过来 比如说我们拍一下手 然后下蹲一下 起来 再拍一下手 再下蹲一下 对 或者说叫握手深蹲 这样握在一起 一起深蹲 然后再换一只手 再深蹲 是这样的 明白了吗 这个可以吧 而且要给你们两个加上一条挑战 就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四目相对 下去一次上来的时候 男嘉宾 你要说一句称赞她的话 再下去的时候 再上来的时候 女嘉宾要说一句称赞男嘉宾的话 你怎么下来 跟你说 很踏实 很踏实 然后我换手了 换手 你还有小鸟一人 你很伤劲 你很可爱 李延很情 李延很讲义气 你是从哪个地方看出来她讲义气的 吃饭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是吗 你看两个人 互相都能说出那么多称赞对方的话 是不是 那她小鸟一人的话 那你要不要做这个大叔 肯定呀 肯定呀 有一种保护欲嘛 是 女嘉宾身上带纸了吗 在包包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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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纸 我要纸 要不要女嘉宾帮你擦擦汗 给你一个福利 好不好 女嘉宾给你擦擦 你看那个很碎哦 结果擦完之后汗更多了 勤点勤点 粉儿滋下来了 我没打粉 一场亲密的互动之后 更加坚定了男嘉宾对于女嘉宾的好感 经过和亲友团的一番商议之后 她会放出怎样的大招 来做最后的攻势呢 阵仗不小啊 这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啊 男嘉宾看来是有备而来 要放大招了 这是 这个大招是怎么个方法呢 然后有我的亲友团嘛 一次日特上 然后帮我加下分嘛 可以给女嘉宾说一点话嘛 然后最后我来阐述嘛 我来阐述 你留在最后 是吧 亲友团先生 哪位亲友团先生 嘉宾代表选择的手已经伸出来了 他愿意跟你呢 从朋友做起 再继续接触下去 对你呢 很感兴趣 那女嘉宾你的态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如果你把男嘉宾给拒绝了 你们以后也就可能就没有联系了 如果选择跟男嘉宾 就是继续接触的话 以后说不定还是男女朋友 你现在手上有三朵花 都是男嘉宾的亲友团给你的 如果你一会儿愿意选择我面前 小皮儿大哥 你就把这个三朵花 送到他的手上 愿意继续接触 如果不愿意呢 握个手就可以了 心中有答案了吗 想一想 一会儿 想一下 那这样亲友团 趁着他想一下的这个时候 你给 江湾 换过江湾 加油嘛 加油 加油 来吧 三 二 一 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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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刚才几位大哥的怒喊啊 有没有效果 都看了一般吃了 不是 你有信心不 有 必须有 必须有啊 准备好了啊 来 三 他包得有一束花 然后觉得还是挺有诚意的 当女嘉宾解开口罩的第一时间嘛 我觉得女嘉宾长得小鬼小鬼小鬼的 吃饭的时候也很细心也很体贴 给我加了很多很多的菜 你这么小呢 你很可爱 那他小鸟鱼人的话 那你要不要做这个大叔呢 肯定啊 肯定啊 有一种保护欲嘛 要不要女嘉宾帮你擦擦汗吧 给你一个福利好不好 二 一 今天这个结局很圆满啊 那我站这边来 放位置了 离周小平还是金一点三 是不是嘛 有没有什么话 我想都与嘉宾说的 刚才紧张可能没说出来 嗯 就是说在今后的 就是说生活呀 不管日常工作当中呀 我都会就是说 起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嘛 因为毕竟就是说 我岁数比那个美美大 大什么几十嘛 然后我更好 引导的一个作用吧 最后这个选择是怎么做的 有没有什么思想斗争 你是怎么就最后下定决心 要选择它 就几个小时 不能轻易地 判断一个人 嗯 然后就觉得 可以接触接触 接触接触 对嘛 是吧 很多时候这个恋爱啊 就是从朋友做起的 朱先生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他不是答应你做你的女朋友 只是选择给你做一个普通朋友 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 好不好 今天只是你们俩这个 开始的很小的一段路程 今后的路程要看你们自己 好不好 给我打个池塞 必须要把他追到搜 哎呀 有的 那你们几个做的 他可不可以把他追到搜 那你们三位 相不相信他 相信 每个都兄弟和在支持你 是不是 加油 好吧 好今天节目将结束 我是金岸观察员肥桃 男女嘉宾相亲成功 最后的互动很甜蜜 这就对了嘛 一起做运动 一起说说几项话 每天夸你千百遍 我们的感情自然就好起来了 对吧 最后呢还有一个建议是 给到我们的女嘉宾的 我知道女嘉宾还很年轻 所以家务方面呢 可能真的没有经验 对于家庭生活呢 是没有概念的 平时可能就是父母照顾 或者说吃东西就靠外卖 但是一旦你组建家庭 你要知道 家务一定是两个人分担着做 绝对不可能全部压在 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长期压在一个人身上的话 那么这个人迟早就会暴走的 一段美好而长久的家庭关系 一定是相互分担家务 而且相互去支持对方 分解烦恼的 好那么最后呢 就祝两位在生活当中 相处愉快 男女嘉宾今天这身汗呢 是没白出 虽然在炎热的夏天 但是还是收获了 春天当中的那种甜蜜的气息 拿着花你看空气当中 都是恋爱的味道 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想要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脱离单身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或者扫描屏幕下面的二维码 或者来到龙湖新一城二楼 凡人有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来进行咨询 你看 真的有一种小两口的感觉啊 哎 两位 祝你 拜拜 走了